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吃點心的時候 也會想要吃一些有口感的 QQ的又有嚼勁 然後包一些內餡 這個我就想到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一些 主持人的食材 傳統米食當中 就有這樣子的點心 但是怎麼樣在自己家裡 也可以把它做出來呢 今天就要來歡迎我們的 中式點心達人 歡迎麒文老師 瑋瑜局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麒文 麒文老師 今天要做的這個是 過去大家可能都會覺得是 客家米食的一種代表 沒錯 而且會覺得 一定要在節慶當中才會出現 而且老師是住在新竹那邊 新竹老街當中 它的附近它隨時都會在賣 並不是一定要有節慶 所以平常也可以吃得到 對 平常也可以吃 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做 所以要不要幫我們揭曉答案是什麼 好 我們要做我們的菜包粿 菜包粿 它其實雖然大家都說是 客家菜包 客家菜包 可是它跟我們真的認識當中 那個包子是很不一樣 它是那個包子的皮 是像粿的口感 對 就有點像那種粿的QQ的 軟軟的口感 可是它也是算是一種包餡點心 它也是一種包餡點心 而且今天還要教 觀眾朋友如果做創意 而且要把菜包粿做成兩種顏色 兩種顏色 我記得老師上次有教我們 做雙色的發糕 沒錯 所以這次要挑戰雙色的菜包 菜包粿 好豐富的感覺 趕快來看一下今天要做的點心 做完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雙色菜包粿 炒拉油 糯米粉一百六十公克 蓬萊米粉四十公克 新砂糖二十公克 滾水一百四十公克 沙拉油十公克 愛草粉三公克 內餡有白蘿蔔絲一百六十公克 鹽三公克 沙拉油十五公克 碎紅紅頭二十公克 煮絞肉四十公克 碎蝦米十公克 調味料有醬油兩公克 香油三公克 鹽兩公克 胡椒粉一公克 粽葉四片 所以看到所有的材料都在前面 我覺得今天材料當中 一個客家代表 而且也代表台灣的靈魂 是綠色的這一個 艾草粉 對 艾草粉 你看常常都在綠色的點心裡面 我們都會覺得它是抹茶 可是日本有抹茶 我們台灣有艾草 台灣有代表性的艾草粉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做出來綠色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愛吃 抹茶我也很愛 可是像這一種就是草仔粿 或者是用艾草做出來的點心 我也都很愛 我會覺得它會有一個 新草的香氣 對 淡淡的那種艾草的香味 對 所以今天就要運用 這樣子的艾草粉 艾草粉哪裡可以買得到 艾草粉比較不容易買得到 但是如果你在譬如說 尤其像客家人很多地方 去比較容易找到 北部老街 對 那就一定很容易找到 像譬如說像極醬 可能在一般超市你買不到 但是在老街的部分 尤其是客家人比較多的地方 基本上來講道具都有 所以如果你有去客家老街那邊 走逛的話 你就可以去買一些 像老師剛剛說的荊棘醬 對 或者是這樣的艾草粉 你要運用 而且它很能保存 很能保存 很能保存 記得就是說不見得說 一定要買完當中 多久之後才有用 你可以保存的半年都沒有問題 真的有新草香 是 對 好香 我好期待等一下做出來的味道 今天就是客家菜包裡頭的菜 不是高麗菜 是蘿蔔絲 是蘿蔔絲 老師剛剛認了一下 想說高麗菜是哪裡來的 因為過去我們說的菜包 水煎包 菜包可能都是 菜籽的是高麗菜 或是雪裡紅之類的 比較北方的吃法 那個大部分都在於麵食 米食真的大部分都是魚蘿蔔 都是蘿蔔 所以蘿蔔我要切刨成像這樣 很細的絲 所以我發現你那個絲很細 是 用刨絲器就好了 是越細越好嗎 大小要一致 如果譬如說你那裡粗的時候 很容易在裡面蘿蔔的生味 不容易炒掉 所以今天是要刨細絲 是的 其他的材料都不會太難 但你要準備一個底下面秤的 像這樣子的粽葉 如果我用蒸籠紙可以嗎 蒸籠紙也可以 但是粽葉當中會有點 蒸完後會有蘸蛋竹葉的香 清香 所以用粽葉更加分 是的 介紹完材料之後 就開始教大家做了 是 要先做哪一個部分 先來做皮的部分 所以有米粉 首先先把兩種粉 把它倒進盆子裡面 好 粉類全部都加進去 粉類都加進去 可是今天要做雙色 所以先搬一種原色的 先把它倒進原色 然後再把它分成兩團 好 然後糖 糖 記得艾草粉要最後加 這時候就要加入滾水裡面 滾水 所以是要滾燙的水 是 我們可以用 如果不要滾的話 可以用擀麵棍 把它攪拌 差不多140克的滾水 好 先把它攪拌一下 目前這樣看起來 有點像是在做 燙麵 對 它會嫌變成一種雪花片狀 一片一片 所以米粉也會有運用到燙麵 這種技巧 是 燙過的它比較會有口感的Q度 冷水的話可能就軟軟的 是的 好 拌得差不多之後 再用手把它揉成團 對 如果還是很燙的話 今天還是持續用擀麵棍拌 就可以了 好 揉的過程當中要記得去把它抓緊 它才會密合 所以如果我只做菜包的麵糰的話 是 我還可以去做什麼樣的變化嗎 可以 如果你要做 你指的是內餡嗎 內餡可以包很多 芋頭的也可以 南瓜的也可以 芋頭 南瓜 對 內餡要先蒸熟嗎 內餡都會 因為皮很薄 所以蒸一下就熟了 所以都建議 理由內餡先去炒過 不要用蒸的 蒸的當中有可能你的芋頭會太軟 很黏手不好包 慢慢地要拌成形了之後 已經成團之後 就把沙拉油加進來 對 為什麼油在前面水的時候不下去 如果油下在前面當中 它又可能會防止粉跟水去做結合 會有影響 對 會有影響 油如果不下的話 它比較容易老 老的話吃起來會比較硬 所以油如果要讓它吃進麵糰 是像老師這樣有點摺壓… 像洗衣服 洗衣服 對… 這個動作大概很眼熟 所以衣服在家裡都是 老師負責洗的嗎 是的 沒錯 心好難人 慢慢它有吃進去了 慢慢已經成團了 把它分成兩部分 分成一半 對 一部分是白色的 我們要放旁邊 好 一半要大小一定要剛剛好嗎 對…大小要剛剛好 好 好 然後就慢慢地下入一些 藍草粉… 藍草粉 一開始不建議下太多 就是你慢慢下 看你喜歡的顏色 每一批買到的顏色 其實有點落差 它們在烘乾的過程當中 有些比較暗沉 有些比較鮮豔 只要顏色對了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說加越多 它的味道越香 它如果加到超過一定的量 它會帶一點苦味 反而味道就不好了 是 目前看起來是翠綠色 翠綠色 還可以再下一些 我們一般看到 就是現在市面上很多的那一種 客家的那一種包子 就是客家菜包粿 也有整個是地瓜色的外皮 它是在皮裡面加入地瓜嗎 大部分都是粉狀 粉狀 對 譬如說地… 其實應該不是真的天然 對 可能是加入地瓜粉 我們的顏色就 其實又滿鮮豔的 就是只要它跟白色當中 看起來當中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一個落差線 對 你看一下 對 如果觀眾朋友當中 你喜歡的你的顏色 還要在翠綠的時候 你可以加更多沒問題 但是就是它有一定的上限 你加了太多的時候 它會有點苦你的產品的外皮 味道就不好 對 我們會盡量讓它 就是它跟白色有一個區分看 顏色很鮮豔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先把它放著 記得在放著的時候 要把它蓋起來 要蓋起來 對 因為我們在炒內餡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 所以這樣子蓋可以嗎 對 會風乾 好 我們就先讓它 不要接觸空氣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炒 內餡的部分了 好 內餡很厲害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炒的是蘿蔔絲的內餡 第一次我學到蘿蔔絲的內餡 好 我們先熱鍋 在炒的過程當中 記得白蘿蔔絲 要先加少許的鹽 鹽 對… 是去醃它嗎 是的 就是你要把它去把它抓 把蘿蔔的水分抓出來 所以才不會有那麼多的腥味 所以水就不要了嗎 水就不要了 對 擠出來的蘿蔔 蘿蔔的水它很容易有點 蘿蔔的青菜腥味部分 好 記得來看一下 把這個水給抓出來 有 它水分其實滿多的 是 其實滿多的 好 抓完之後 先把它放在旁邊 如果你現在不把水分抓出來的時候 你等一下很難去包 所以內餡是要乾乾的 要乾乾的 有些觀眾朋友會問說 我用現成蘿蔔絲乾的 那個千萬不要 就是那個的風味 比較不好 而且纖維比較粗 好 謝謝 這個水就不要了 好 先熱鍋 鍋子熱之後 就要先來爆香了 爆香 所以油要先下 是 好 鍋熱之後先下油 一樣先爆香紅蔥頭 還有蝦米 蝦米 好 稍微炒一下 其實很多的客家味裡頭 紅蔥頭好像是很重要的 一個精神 是 紅蔥頭 蝦米跟白蘿蔔 客家味就是這 客家三寶嗎 如果我很喜歡吃那種油蔥的味道 我可不可以紅蔥頭的量多一點 可以多一點 額外再加油蔥酥 油蔥酥 額外再加 老師 剛剛下去的蝦米 也是乾的直接下去 也是乾的 對 好 炒香了之後 香味出來之後 就要把絞肉下去了 絞肉的肥瘦比要怎樣 才比較好吃 盡量就是選 盡量選瘦肉的部分 因為現在人都怕油 太油 如果你比較瘦的 你想要多吃一點油花也可以 會影響它的內餡的水度 可是會影響到吃的人的 心情 體重 體重 記得一定要炒到肉慢慢變色了 對 對 開始由反白 由紅色肉反白 好香 而且紅蔥頭有一點變金黃 對 有點像塊油蔥酥的感覺 對 好 蘿蔔絲下去炒了 好 這時候火要關小 因為調味料要下去了 好 先把這個炒散 調味料的部分今天有醬油 香油 鹽跟胡椒 是 前面都可以先下 就是香油最後下就好了 鹽 鹽 胡椒 其實我印象中好吃的那一種 蘿蔔餡 蘿蔔絲餡 都要夠辣 夠辣 要胡椒的辣香 就覺得很好吃 對 尤其你看像有時候吃胡椒餅 我吃到最後有點有點辣 胡椒的辣 你知道嗎 但是非常非常地好吃 對 就覺得辣跟辣椒的辣 呈現出來的香氣又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 好 我們一定要把顏色炒均勻 我們要包的時候才不會說 也有一些地方比較鹹 有些地方比較甜 然後沒有味道這樣子 好 然後最後我們把它炒均勻 最後我們就 要起鍋之前 我們要記得下香油 香油 對 好 可以倒進去了 好 好 OK 原來蘿蔔絲的內餡是醬煮完成的 看起來好像不會太難 不會太難… 你會做這個內餡 你也可以在家裡自己動手做 用潤餡做什麼 蘿蔔絲酥餅 蘿蔔絲酥餅 對 還有很多我很喜歡吃的車輪餅 車輪餅 車輪餅沒錯 在台灣的變化當中 有點大同小異 但是不同的 一樣的內餡 換成不同的外面餅皮的時候 又變車輪餅 對 又變成菜寶貴 很多 這是不一樣的口感變化 是 好 好了之後就把我們的 內餡裝起來 好香喔 好想要直接這樣配白飯 現場沒有煮白飯 好 是 然後我們再來就要開始來做 包的動作了 好 所以這個可以打開了 記得我們今天做的是雙色 所以如果我找不到艾草粉 我也可以做單色的 也可以做單色 或者是你說你不喜歡 找不到艾草粉有什麼 沒關係 用南瓜粉 南瓜粉 或者是現在非常流行的 紫地瓜粉 都可以 好 我們現在要來操作 記得要準備一下 手粉 當然是手粉就是 任何的一種米粉都可以 同來米粉 再來米粉 糯米粉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你輕鬆點來當中 不會讓你黏手就可以 好 拿了之後 我們就要先來分成團狀了 今天大概可以做幾個的料 今天大概在五個左右吧 五個 是 好 我們先編成一團一團 所以先把白色跟 好 我這邊幫老師一起來 好 把白色 大小要一致就好了 白色跟綠色 大小差不多 對 這樣可以嗎 也可以 好 我們分完之後 我們先要把它圍壓扁 兩個顏色都圍壓扁 然後沾點粉 沾一面就好了嗎 上下都圍沾 好 壓扁 對 沾完之後把它去擀 要擀它 好 大概 你的手掌的三分之二 就是像這樣子的橢圓形 有一點像牛 小小的牛舌餅的感覺 來到這邊的時候 記得要切一半 切 切大概切一個角起來 讓它平整 小片 大概是分四分的話 切四分之一起來 是 好 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間 好 然後把它兩邊重疊 重疊 重疊 對 重疊 這個很像一個廢的造型 好 我們再來把它擀一下 老師傻眼 老師想說你怎麼會有這種形容詞 好 我們大概擀一下 好 好 好 然後把肺擀長了 擀寬了之後 你說老師長跟寬大概多少 大概就是你的模子能壓下去為主 所以還要用模子去壓圓片 準備一個圓模 對… 如果比如說家裡沒有圓模當中 你也可以用飯碗 一般的小的那種 飯碗 倒扣 醬油碗比較大一點那種也可以 好 把它壓下去之後 所以大概是讓它保持可以有中間 一半一半這樣子 是的 因為等一下這個是要做外表的 所以要把它翻過來 這個餡多過去都沒無所謂 因為等一下是包裡面的 好 完了之後大概再擀寬一點點 好 老師 壓完之後這一片怎麼辦 就不用它了嗎 對 這一片當中 我們可以再把它分一半 繼續去揉 這顏色在分開 對 它沒有浪費 是 然後去再混合這樣子 如果當中你就覺得 老師 我不想要再那麼麻煩 你也可以揉成圓上 去做一個小湯圓 小湯圓也可以 對 是的 好 我們把它加進來 來 麻煩給我一個餐巾籽 謝謝 好 把它加進來之後 要記得把它去做一個 合起來的動作 像包包子一樣 對 收口 要輕 好 之後收完之後把它翻過來 找它的交接處的面 老師 這邊給大家看明顯一點 是 好 交接處的面 對 好 這個地方可能看比較清楚 這樣子 對 交接處的面 然後我們要把它捏 一點橢圓形 中間顏色交界讓它煎起來 對 沒錯 好 就有點像鹹蛋糙了 有點 對 中間鼻樑很高的那種感覺 是的 好 我們就變成這個 橢圓形的形狀 然後四周圍大概再整形一下 整形一下 好 我們就要放在 我們刷過油的粽葉上面 所以粽葉上面要刷油 是 然後像這樣子把它 沒錯 放在上面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下鍋蒸了 對 我們就可以下鍋去蒸了 蒸的時間大概要多久嗎 蒸的時間大概在 12分鐘到15分鐘之間 看你大小顆 對 一般來講的話 記得火不要太大 中小火12分鐘 好 我們一一地再把這邊做一做 等一下就要準備下鍋了 可是回來之後 今天的客家菜包粿 到底完成度如何呢 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我們的菜包完成了 好香 而且老師剛剛在蒸的時候 我聞到粽葉的香味 也一直跳上 還有愛草的味道 對 就是有一種青草的香氣 瀝漫在整個攝影棚裡面 所以我剛剛這一個菜包 我先把它剪開來 你看它中間的蘿蔔絲線 是這樣一絲一絲的 我們的顏色就剛好是這樣子 一邊是綠色 一邊是白色 很美 待會兒要來試吃看看 不過今天教大家做的 雙色菜包粿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呢 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雙色菜包粿的材料有 餅皮的部分 胡椒粉一克 另外準備粽葉四片 蝦米以及白蘿蔔絲 再加入調味料炒勻 取雙色的薑糰製成外皮之後 將內餡包起 再整成橢圓形 放在抹油的粽葉上 蒸15分鐘至熟即完成 好 回顧完之後 我要來吃吃看了 好香 咬下去皮好軟 內餡我覺得味道 有稍微重一點 是 因為它本身的皮沒什麼味道 所以它整個就是 皮一咬下去軟之後 你就內餡的鹹香就會爆出來 是 還有油蔥的香味 還有我喜歡的那種 胡椒的辛香在裡頭 皮的部分你看它甚至就是 很有延展性 非常地柔軟 非常地柔軟 非常地有延展性 所以真的下面要墊一個粽葉 不然它會黏底 它會黏底 所以這樣子的滋味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如法炮製 今天謝謝麒文老師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了 Bye Bye 下禮拜見